今晚东方卫视新剧《超越》即将上档 电视剧《超越》以2015年北京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成功为历史背景 讲述了北冰南展浪潮中 伦华少女陈勉决定以短道速滑为自己的誓言目标 从一个非专业选手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进入国家队成为主力队员 出征冬奥赛场为国争光的故事 该剧由李更熙 胡军 沙逸 涂松岩领先主演 玛丽 梅婷 童瑶特别出演 我给你们每一个人宽限30个 滑不进去的就走了 在演这部戏之前我从没有尝试过就是运动员这一类的角色 所以这一次也蛮想尝试一下然后突破一下自己 最大的突破我觉得就是 这应该是离我生活算是最远的一个角色了 2000年出生的李更熙今年也才22岁 但已经在《小欢喜》《兔子暴力》《雪中汗刀行》等影视剧中有过上家表现 这次作为女主角挑大梁 小李同学不仅没有怯场 反而就是冲着高难度去了 陈勉这个角色 她的整个就是这一条成长线 故事线 我觉得是非常跌宕起伏的 然后在人物的内心方面 我觉得单从我看剧本我都能非常的怎么说呢感染到我 然后让我有共鸣 这是我感觉很就是还挺奇特的就是 你自己能不能轻易放进你自己 我在国家队等你 两年前我在这块场地上赢了你 从此就再没有了你 拖了吗 检查还挺大的 因为其实我这个人平时也比较懒散 然后也不是很爱运动 对 但是就是我 像我找这个角色的切入点就是在热爱这方面 然后我发现自从找到了我和陈勉的这个共鸣点之后 我就能就是 就是好像跟他有可以融合的余地了 我是不是注定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顶级的运动员 闭嘴 其实主要的变故是在于 他父亲那边就是离异啊什么的 都是因为他父亲疏于照顾 并且就是因为他父亲不交 就是不交陈勉继续滑冰 觉得他没有天赋 然后从而引起了一些家庭的矛盾 剧中李更熙饰演的陈勉出生就被胡军饰演的父亲陈敬叶 既以中国封勉中奥短道肃滑的希望取名为勉 但作为前国家短道肃滑队队员 陈勉认定陈勉又时体弱 不适合女成父业 反而倾注心血于另一位天赋型选手向北的身上 疏于陪伴契儿 剧中陈勉千军万马过竞技体育这座独木桥 剧外李更熙也尝试着不一般的挑战 剧中有一句话就是竞技体育就是千周万马过独木桥 所以我觉得非常贴切 对我来说肯定是一种挑战 就是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挑战 因为就还蛮挑战生理极限的 这是我长这么大以来运动最多的这么就是几个月了 就是这么几个月的运动量已经超过我这辈子 所有的运动量了 虽然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考验 但这个人物的闪光点和正能量也让李更熙收获成长 三大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的超越与自我超越 也为该剧注入更深层次的底蕴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他有一种天生的那种乐观劲 就是他不是说他也没有 不是说他没有伤心的时候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他就是就像我之前说的 他有内心有一股力量 电视剧超越将于今晚在东方卫视开播 敬请关注 记者陈湘云